111年度机车太旧欢欣全国最高补助在南投发表会 仅至上午与县力体育场举行 太换老旧的机车响应节能减碳爱地球 县府提供的加码补助是全国最高 呼吁鲜明响应换购行动 现场夹兵云机 县员张家哲、蔡孟儿、唐晓芬、陈怡君、蔡明轩也请至到场参与 怎么样节能减碳来抢救地球 让地球潮永续来发展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另外我们经过统计数据可以了解 全国跟南投的十大食音之一 第三名就是肺炎 那我们急需要怎么样来降低这个空气的污染 那所以一方面为了抢救地球 一方面为了维护大家的健康 所以我们南投县政府环保局 非常努力的来这个推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太久换情 环保署副书长沈志秀表示 目前南投县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为加码一万两千元 若加上中央的补助 最高补助可达两万两千元 对于中低收入户的民众 最高补助更高达四万零三百元 相当感谢南投县政府的用心 让电动机车补助告据全国第一 增加民众还购意愿 相信对南投县的空气品质有大幅改善 那目前南投县所采取的补助的措施 是加码补助一万两千块 那这样的话民众 从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补助加起来 最高可以得到两万两千三百块 那对于低收入的民众 还有加码补助 最高可以到四万三百块 这样的补助金额已经是全国最高了 我们非常乐见这个南投县政府 在鼓励这一个民众淘汰这个老旧机车 然后新购电动机车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县议员陈一军 张家哲相当感谢省府的用心 响应低碳旅游的模式 推出许多补助方案 但因为经费的关系 这是只有补助一千两百二十台的机车 也提醒民众要把握机会换机车 这一次呢 省府市非常有毅力跟决心 要来解决这个空母的问题 那而且呢也响应现在这个低碳旅游的一种旅游模式 那只是说这一次呢 因为经费的关系 只能够补助一千两百二十台 所以呢 有希望想要换新机车 朋友们一定要趕快把握机会 我们今年也感谢我们环保局 帮我们编列了将近有一千两百个名额 最高可以补助到四万块 那当然也借着我们这个低碳环保的这个趋势 也希望更多人可以来太旧换新 换上新的电动车 让我们南投走向一个低碳旅游 以及低碳生活的城市 南投县110年度电动机车补助成长率高达62% 高居全国第一 今年将补助加码到最高每台一万两千元 再加上环保署经济部等政府补助 一般民众的补助最高可达两万两千三百元 低收入户最高更可申请至四万零三百元的补助金 议员们相当感谢县府的用心 并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享受高额补助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